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历史峰值 那么 我们为何又会与大航海擦肩而过呢? 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 其规模远非麦哲伦 哥伦不可比 其时间又早不稀有各国 第一 我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大陆国家 而非海洋国家 我国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也不缺乏优良的海岸 却大多都闲之不用 朝廷经常做的事情就是阴瑟港 口 并让沿海居民内迁 我国在历史上居统治地位的 几乎都是北方人 近代以前 北中国的南北的交通运输 主要是依赖乌越河 而非海陆 京航大运河曾造就了一批繁华的城市 如扬州 淮英 古四州 林青呢 却无依真正意义的港口城市 大连因俄国而新港 青岛因德国而新港 金连云港的主城区离港口约有三十公里 我国真正能够跟海洋民族扯上点关系的 是敏运人 而居统治地位的北方人 对其不擅长的航海领域 带有先天性的恐惧感 就由如满清入关后 其对火器研究的打压与密室是同样的道理 满清是以骑射而取得的天下 其武力的自信心就来源无骑射 如果你跟他们讲火器等这些他们陌生的领域 他们完全玩不过你们 还能保持杀武力的自信心 索性 不玩火器 一概比骑射 你们农耕民族的骑射 还能玩得过游牧于恋民族的骑射 所以 中国历史上的长期 近海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 朝共贸易的体制 使得航海没有利益支撑 西欧国家是因为穷而大航海 航海是为了脱贫致富 而我国却是因为炫富而大航海 最终因国库空虚而废止了大航海 正和下西洋的石之意义上 就是到处宣扬我是土豪而到处撒钱 而随之也迎来了一大群南洋岛国前来天朝朝贡 而天朝都是并成厚望薄来的原则 以其值数倍甚至时数倍相长 朝贡贸易的实质 就是你叫声爹 我给你压岁钱 结果 很多小国三天两头过来喊爹骗压岁钱 尝此下去 就使得天朝的财政越来越多金箭咒 天朝便越来越惧怕小国们的朝贡 于是 便下令为体绪边缘小国朝贡之路 劳顿之苦 改一年一朝 为两年一朝为五年一朝 渐渐的希望永远不要来朝贡干好 如名人刘大夏便说 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 军民死且万计 重得宝而回 与国家合意 此特意必正 这种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正合下西洋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实质改变 更没有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只是无实质的意义的财政消耗而已 第三 上层阶级无组织真正意义上的大航海的动机 西方大航海是因追求利益而兴起 其背后有各国政府的支持与组织 而中国的上层阶级公开场合都休于谈利 认为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义 天朝上国奉行的是仁义之道 又怎么去追求利略夺呢 其实质 就是对外邦的人义与奉献 都要乌国内的百姓来买单 天朝是大国 人口众多 江域辽阔 虽百姓未必富足 但在总量上是巨大的 上层阶级在本质意义上 是不太缺银子的 马关条约 薪酬条约赔得银子再度 慈禧太后每餐该上多少道菜 还是一道不会少的 这样的上层阶级 起根 更庞大的贫寒阶级 就没有共同的欲望大航海 而西欧国家 起国较小 其国内就较为军穷 许多西欧王室也很缺银子 也常常要找商人借银子 如此 就会形成上下同域 而让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 都参与到大航海中来 第四 中国的航海技术 其实也远较西方落后 我们都知道唐朝建真东渡日本的故事 东渡六次才成功 励志故事的背后 也是唐朝时期航海能力的体现 我国航海能力得到大力提升的时期 是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 海外贸易空前繁盛 随之泉州 宁波等真正意义上的港口城市 才得以诞生 但是 在宋元时期 把持泉州等港口上冒的 却是阿拉伯人 波斯人 野鸡色牧人 蒲兽庚家族色牧人 被称为泉州低土皇帝 朱棣之所以选择 郑和卫下西洋船队的领队 不是没有原因的 郑和即是穆斯林 在郑和之前 并没有华人远洋航行的 记载 所以 郑和的船队中 应该有大量的穆斯林 且郑和的航线 都是阿拉伯人商人 到经常往返的航线 无论是最远到达的东非 还是最多抵达的金印尼 马来亚等地 都早已皈依了穆斯林 且郑和的航线是利用洋流 贴着海岸线航行 且困难程度 跟哥伦布横跨大西洋 麦哲伦环球航行等 是远远不能比的 跟农耕民族的骑射 比不过游牧民族同样的道理 与肥尼基 加泰基 古希腊 北京人 及后来的威尼斯人 热纳亚人 这些航海民族相比 中国的航海技术 其实一直都是落后的 这从同时带东西方的 制图水平的差距 就可以轻易地看得出来 航海能力不是光比船只大小的 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土著 可以驾驶简易 一读牧舟横跨太平洋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